既然你也不反对 那不如我们就 你 头发都湿的 什么都不怕 过来 我想问你个问题 刚刚 在洗手间 你看到我 为什么没有 我为什么没有什么 算了算了 没事了 待会儿什么都没了呢 你 既然你这么纠结这个问题 那不如我们就 你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只怕吓到了 既然你也不反对 那不如我们就 看把你吓得 行了 不动你了 好好休息 不要瞎想 谁瞎想了 我猜没有瞎想的好吗 行行行 那是我瞎想了行吧 你就 你就是瞎想了 你还真是 横冲直撞是你 林郑脱逃也是你 我要是想干什么的话 我早就干了 我会等到今天了 别瞎想了 早点休息 明早还要爬山呢 爬山 今天不是下雨吗 没看到星星 明天带你看日出 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吧 这鱼可真大啊 睡觉 嗯 嗯 这鱼可真大啊 这鱼可真大啊 我陪你 晓晓 嗯 你是不是又在胡思乱想 觉得我嫌弃你 觉得我不够喜欢你 过来 我不否认 这件事情在爱情里面很重要 我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崇尚及时行乐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个事情 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长的以后要一起去经历 所以不用急 对不对 所以 你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不够喜欢我 小傻瓜 当然不是了 可能我又是个老古董吧 那你太低估自己了吧 你就是一个 处处文物好不好 那也行 是不是 你是不是 不是 他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